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ULM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南海十三郎的故事。 时间到了1949年,南海十三郎回到南海远的乡下居住。 同年冬天,他又去到香港的中環,就在皇后大道中的六角酒店居住。 其后就迁居到湾仔的昏蜜街和圆尼斯道附近。 在1953年、1959年,南海十三郎屋曾经两度被送去高阶的精神病院。 在1961年,曾经被送到青山医院。 亦年三月出院。 当时,南海十三郎每次由他的侄女兼当时已成为新药教会创办人的江端怡, 送他去精神病院来接受治疗。 南海十三郎也曾经在香港街头流浪和女女出入精神病院。 并且受到江瑞怡的影响,而一度再次信奉基督教。 在1964年,南海十三郎为《公商晚报》赞写尊栏文章。 后来在2017年,由香港作家朱绍章, 将这些在报纸里写的专栏文章, 专编辑为一本《小兰齋除杂记》。 总共是三冊。 时间到了1970年,南海十三郎得到佛教大江中学的创办人慈祥法师, 向大嶼山保连禅子时任主持佛可和尚引箭。 佛可可连江氏流离失所, 于是准许他留在保连寺住宿, 并予以接待。 同时却被十三郎向接待员工作, 专门招待《外斌》和《导友》。 在1976年,南海十三郎又再次被送到青山医院。 时间到了1984年,南海十三郎因为患上普通科病, 便由青山医院转送到马加烈医院。 后来在马加烈医院去到5月6日, 就在马加烈医院逝世,享年74岁。 这就是南海十三郎一生的履历。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回顾一下, 南海十三郎有什么作品呢? 首先就是粵剧。 在环球乐剧团的时候, 他就编了一个《寒夜宵》《宵星》。 其后,在《各仙星》剧团, 就有《深星类影》、《红粉金歌》、《隐情香》、《秦怀月》、《离香远》、《明月香芯》、 《紫薇花对紫薇朗》、《花云春玉段》等等。 接下来,在《大江南》剧团, 他的作品有《明宫英列传》、《残花落地雄》、《莫问龙龟处》等等。 接下来,在《玉堂春》剧团, 他就有《血染同工》这部剧。 在《新一界》的《各仙星》剧团里面, 他接下来的作品有《同城金粉道》、 《谁是父心人》的俗篇, 《女儿香》、《色花不护花》、 《半生枝粉老》、《花市》、《春思》、《乐垂多》、 《幽香冷处浓》、《咬碎寒关月》、 和《无价春宵》等等。 后来,在《二瓶天》剧团里面, 他就编赞了《七十二同城》。 《燕归人未归》、《天涯歌旅》、《飘薄黄酸》、 《花乐春归去》、《血债血赏》、 《二杰瓶天》、《无情了有情》、《古塔可年萧》等等。 接下来,在《万年青》剧团, 他就编赞了《喝饮胸奴血》、《去年金席》等等。 在《兴中华》剧团,他就编赞了《百苦戚怨》、 《燕史铁提红》、《八镇图》、《太平天国》、 《金凤池与联庚》、《莲庚瑶》等等。 在《大罗天》剧团,他就编写了《黄浦月》。 在《圣光明》剧团,他就编写了《花债何时了》。 在《太平》剧团,他就编写了《太平山传记》、《提笑佳飞》、《赤马云笨》等等。 在《感添花》剧团,他就编写了《福江伟》、《明宫英列传》、《海上红英》、《跨海逃龙》、《红盒》、《横断长江水》、《莫富少年头》等等。 在《勝利年劇團》編寫了《紫菜梅花》、《五代殘堂》、《萬世人才隱》、《海角孤神》、《平庸帳下歌》、《松蓉族舊歌》等等。 在《關德興粵劇宣傳團》編寫了《折二春秋》、《燕歌行》、《陳子葬》、《紅酸嬌》等等。 其他作品還有《疏世望黃河》、《江南二十四橋》、《銀海半之鄉》、《美人關是鬼門關》、 《香化仇伏仇恢》、《李香君》、《梁洪玉》、《孤城血淚》、《血花淚》、《晴央夜未央》、《天下賤丈夫》、《孔雀東南非》、《赵妃燕》、《劉伯溫》、《桃花線底冰》、《仙景檀花》等等。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南海十三郎》的故事,暫時分享到這裏,又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和多多訂閱我們的N&RLN 頻道。拜拜!